女孩因在火灾中妈妈只救出了弟弟 却对自己不管不顾 于是在熊熊烈焰中化为了厉鬼 她滞留在人间伺机杀死弟弟 因为自从弟弟降临到这个世间后 妈妈以前对她的爱仿佛都转移到了弟弟身上 弟弟的事情始终是放在首位的 而自己则变得无足轻重 但她万万没想到 今天来探望弟弟的阿黎竟然肉眼可以看到她 她慌乱地赶紧消失 可阿黎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即刻和草泰前往她那发生火灾的家中寻找真相 据草泰透露 死去的女孩名为真友 被救出的弟弟名为小巫 他们家自发生火灾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这个样子 因为一旦找人来修理房子 就必然会发生意外事故 仿佛成了凶宅 而小巫也从那以来一直昏迷不醒 这是一个花盆忽然挪动 一下子就向他们砸了下来 草泰以为是有恶灵 猛地被吓晕了过去 而真友也在此时显出了真身 阿黎问她为什么想杀害弟弟 她转过头去道出了自己的委屈 所以她才会丢下我不管 反正我是一个不被需要的孩子 于是阿黎想劝她放下心中的怨恨 然而她压根听不进去 反倒向阿黎放下了狠话 如果阿黎再妨碍她 那她就连阿黎也一起杀了 话落她就顿入了无形 随后出现的是一只金色的妖怪 而且还吹着笛子 阿黎察觉真有可能会有危险 于是带着一问回战国时代询问下明家爷爷 原来那个妖怪叫做重妖同龄 是抚慰孩童亡灵的妖怪 可以一边吹着安魂的笛子 一边保护孩子们直到升天 但一旦孩子们留有怨恨 那么灵魂就会变为恶灵 届时重妖同龄的眼睛完全睁开 便会把恶灵带入地狱 阿黎会想起先前大胆不尿 因为重妖同龄那会儿 已经睁开了三分之一的眼睛 她赶忙赶回现代世界想要救人 可真由于虎视眈眈的 飞在病房窗口外 身后的重妖同龄也开始逐渐睁开眼睛 阿黎回到时已是晚上 但她来不及歇息 因为她要前去寻找真由妈妈 了解当日火灾的真相 原来那天妈妈因为弟弟发高烧的缘故 所以没有去参加真由的家长会 真由因此以为妈妈心里只有弟弟 根本不重视自己 于是生气地离家出走 妈妈也没有在意 以为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 最后打算去超市买菜做饭 然而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家里发生了火灾 妈妈赶忙去救出睡着的弟弟 以为姐姐不在家 所以并没有继续搜寻 可当消防员灭亡火后 却发现姐姐已经被烧死在了家中 说到这 真由妈妈就忍不住的失声痛苦 要是当时他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回去 但就在这时 弟弟病房的玻璃突然碎裂了 阿里赶忙奔跑上去 果不其然 真由要对弟弟动手了 他看到妈妈的那一刻 直接一口怨气就将妈妈震晕 阿里见此情况 于是让真由好好回想一下 难道当日真的是妈妈丢下他不管吗 差那间 记忆的思绪一下子把真由拉回了那天 原来他在妈妈出去买菜后 又偷偷地跑了回来 还直接把围巾放在了暖炉上烤干 尽管弟弟劝他 但他依旧不听 反倒走入了柜中 让弟弟不要跟妈妈说他躲在柜子里 想让妈妈担心一下 可万万没想到 那条围巾却引起了火灾 自己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想到这 他突然间难以接受 因为他已经被恨意冲昏了头脑 在他的怒吼之下 弟弟的整间病房都被掀飞 幸好在病床翻倒出窗时 犬夜叉及时赶到把小巫救了下来 但真由却由谁来救呢 此时他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物 重妖同龄的双眼也彻底睁开完 对方直接用铁链将他拴回死去的时间地点 然后打算再在那里把他拖入地狱 眨眼间 当日火灾的情景再次重现 原来他自己是这么被烧死的 是自己的自作自孽使得没人救他 但就在这时 阿黎的声音出现了 不一会儿阿黎就找到了这里 可还未等阿黎把他救出 他的身后就显现出了地狱的深渊 直接就被锁链拖拽了下去 好在紧急关头阿黎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但现在能真正救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于是阿黎劝他回去和妈妈和好 放下怨恨 他的妈妈一直都喜欢他 从来没有偏心过弟弟 妈妈没生我的气吗 你不用担心 你为了 因为他永远都是爱你的 你现在就回想看看 妈妈对你的好 让再见妈妈一次 跟妈妈和好 其实我真的一直想跟妈妈和好的 就这样 真由放下了怨恨 连接地狱的铁链也随之落下 看来这便是所谓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在升天的最后时刻 真由回去与妈妈做了告别 纵使有很多不舍 但他最终还是默默地离去了 你见过黑发的犬叶叉吗 原来 犬叶叉之所以会讨厌母亲 是因为母亲人类的身份 不仅压制了父亲的妖族穴头 甚至还让他每当心悦之时 彻底退去妖力 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人类 今天 幸福的一家人本来是去寻找四魂之玉碎片 但中途却遇到了一个女孩 被不明生物袭击坠落悬崖 情急之下 犬叶叉将之救下 经过阿黎的了解 这才知晓女孩刚才是被蜘蛛精追杀 那名蜘蛛精于今年将潮住于此地 以吃人为生 好几个村庄已经遭难 阿黎对此倍感怜悯之心 于是请求犬叶叉出战 为民除害 然而犬叶叉却并不愿意 因为此处没有四魂之玉的气息 但看在女孩受伤走不动的缘故上 她还是把女孩背回了家中 可抵达目的后 她正想离去 此时太阳已逐渐落山 看守寺庙的老头 也诚挚地邀请他们留在本次过夜 并表示这座寺庙已被布下了强大的节节 可以安心休息 蜘蛛精们进不来 她这才勉强答应留意 可到了晚上 他们酒足饭饱之后 一大群蜘蛛精却攻了过来 他们已被彻底包围 这一刻 犬叶插荒得不得了 就连拔出的铁碎牙也没有划出大刀形态 她怀疑老头有问题 然而此时的老头已经遇害了 或许这便是结界失效的缘故 无奈之下 被无数的蛛丝缠绕其身 好在气宝及时之远 用虎火将她身上的蛛丝烧掉 他们这才得以逃脱 但她的秘密却是保不住了 此时阿里扯下她头上的蛛丝 万万没想到她突然变成了黑法 原来 像她这种绊腰体内的妖怪之血的灭 都会在某一段时间忽然消失 但由于这是性命攸关的重大变化 所以他们绝不会让人随便知道这个事件 而犬叶插失去妖力的时间 便是像今晚这样 看不见月亮的星月之时 得知此事后 阿里倍感气愤 她质问犬叶插 为什么不将此事告诉她 难道不相信她吗 然而犬叶插却更加愤怒 她表示自己谁都不相信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活过来的 所以阿里没有任何资格抱怨她 就在这空气异常凝重的时刻 此时一旁的草丛却忽然起了动静 七宝被吓得慌忙逃窜 但来者其实是白天的女孩小妓 对方是来求他们回去救老头的 虽然犬叶插并不想搭理 但就在这时 阿里忽然意识到 自己把四魂之玉碎片都遗留在了寺庙之中 无奈之下 犬叶插只好将铁碎牙留给她防身 然后带着七宝一起赶回寺庙 可没想到这么一回 竟发现了幕后主使 这老头一直在演戏 为的就是夺得四魂之玉碎片 但此时发现 以为是已晚 老头伸长脖子 一口将碎片吞入腹中 腰力瞬间增长数倍 而没了血脉腰力的犬叶插 此刻也毫无腹肌之力 老头将它束缚在猪网之上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终被对方咬住肩膀 摄入了大量的毒素 好在此时阿黎及时赶到 用铁碎牙结界的力量 才把他救了下来 最后逃到了一个小房间内 再把铁碎牙插于门上 才阻止了老头的进攻 但此刻的犬叶插已经不显入事 他们必须尽快救人 于是明家爷爷开始用上了自己的小组 可没想到就这么一洗 却把自己变成了大号明家 不过犬叶插的毒道是吸干净 随后很快就醒了过来 但是他好像有点不对劲 他回想起刚刚阿黎 为救自己而落泪的场景 他简直难以置信 阿黎对他的感情已到了这个地步 于是干脆再借个膝盖躺一躺休息 就这样 众人在这个狭小的房间内 度过了安稳的意外 此时犬叶插醒来 闻着阿黎身上的清香 无自觉地说了出来 可阿黎却清晰地记得 他以前明明说讨厌这个味道 于是他转过头去说道 那是我骗你的 阿黎一下子被撩得面色羞红 小心脏砰砰乱跳 但就在这时 屋顶忽然地震动 打破了这份明景 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老头就已轰碎了屋顶 他们又再次陷入了危机 小姬无奈之下拿着铁碎牙 硬着头皮去呵斥妖怪 离开师父的身体 然而老头却表示 自己本就不是和尚 这一切不过是为了 引出带着似魂之欲的阿黎 这一刻 小姬终于意识到了师父 便是杀害了自己父母 以及村里人的凶手 他真是认贼作父 他气得一刀躺了下去 然而却被师父一只手抓了起来 在即将咽气的时候 铁碎牙也从手中掉落 不过好在落在了犬夜叉手 老头健壮 胆忙四手扑下御杀的犬夜叉 但已经迟了 此时早晨的阳光渐渐升起 犬夜叉终于恢复了妖族血统 直接一找就撕碎了老头的四肢 然后再举起铁碎牙划形 一刀KO 四魂之欲碎片也全部掉落 但神奇的是 碎片竟然在那 蜘蛛老头的体内结成一块 不过看这分量 距离合成一颗珠子还有很多 阿里与犬夜叉的路还很长